香港也有一宗新聞燒得熱辣辣 像Sam哥關於燒得熱辣辣的香港新聞 就是地鐵事件 你都好像有一點 花邊 非常精彩的花邊可以跟大家說 都可以說 我想當事人都不知道會今天被人說 大家都知道現在被人燒得熱辣 馬主席 我說OK就OK 所以你說OK我還沒說 我上星期就參加了一個慈善團體的籌款玩意 就是小毛鴨 創會主席就是松哥 就是Anthony 梁錦松先生 由他創會搞很多活動 其中十年我都有參加的 因為中間的幹事是我的行家全國何禮泉先生的幫忙 都做得挺成功的 還有他的理念就是他不是送錢去山區 他是給一個賺錢的方案 即是送一隻牛肉給你 那是牛肉的概念就是這樣 可以賣牛奶 給生牛一個賺錢的方案 但是在這次就挺搞笑的 一開始開放之後 就很快吃完第一道菜 就有兩位前高官就上了台 其中一位就是馬主席 再加上前局長葉柱坤先生 馬主席也是前局長 兩個前局長 他跟阿松是同學 就是當年HKU的同屆畢業 我見到他都很熟悉 這麼多年都玩在一起 風塵三合 他們兩個上去做什麼呢 就是主持這個拍賣 前線拍賣 當日我一拿在桌面拿那個Livlet來看 就是有一堆酒就相當吸引 雖然我不是專家 但是有些名字 還有些年份一看下去 我有個App Vindo的App 一掃進去 原來只有六個位 還說不是六位頭 每一支 說七百五十ml 就是Pucker 差不多一百分 那些甚至乎是 你有這樣的面值的錢 都未必買到 那由去過籌款的委員會主席 杜先生送出來 就拍賣 那一開始就 兩位前局長在幽默到 真是不得了 那葉先生就說了一件事 這些東西我們認識條鐵嗎 但是你不只對著馬主席說 你又不單止認識條鐵 你現在認識條鋼 那主席就接得好東西 OK 他說不要緊 反正今天阿松就叫我上來拍 他說不到數 炒魷魚 大家知道我這陣子都預料被人炒 你剛才的語氣真的挺像馬主席 我叫他 很全神 這個 不到數被人炒魷魚 這句 我簡直是想像到他怎麼說 譚少豐生就好像延外有之音 如果對時事比較敏感 你就看到他挺無奈的一個自嘲的幽默 會場當中就沒有媒體 即是有媒體人 但就沒有媒體在那裡 它是一個私人的功能 但是也有一些知名人士在那裡 當然也有現任的官員在那裡 陳范有沒有來 我又不覺眼 我又看到傳制師兄黃偉良 即是現在是法政局局長 他之前是海事處處長 之前是新聞處處長一輪 但是就讓我看到這幕 即是他自招 自採 但是我要罵這個拍賣就不是這麼公道 即是我要踢一下 雖然大會大家明明是籌款晚宴 即是你應該籌得越多越好的 第一 第二就是你是真正的公開拍賣 即是大家舉手的 我當然沒有這樣的資格去舉手 我那天都是蚊三味 我的朋友贊助了一張桌 都十萬元一張桌 那我就目測 那些美酒 他不看其他人 他就是以定那幾個人舉手就給了 即是其他舉手都看不到 看不到看不到看不到 時運高 有些是比價高的 譬如有支出拖 我不記得了 八二的年份 那支酒要買到整天十幾二十萬 那他用二十萬來 那些人就二十五萬喊了 那我朋友舉二十八 他不看 OK 結果幾錢成交 那支酒三十萬成交 但其實我的朋友是想著 再舉的 再想買一支好酒 即是你說 你都算數的 有錢人你都明白的 我跟過幾個 真打細算 真是計算的 那你打算 譬如說我 叫做拍馬 我捐三十二萬 那支酒值二十萬 其實我捐了十二萬 還要有一個 excuse 叫做做善事 那支酒又有意義 又真的做善事 一舉幾得 但是他們又沒有看 全部只是目標 其實都認了數 當然也不要緊 最慘的是 去到一些美酒都沒有了 那些人 包括我的朋友 還有另外一個我不認識的 是隔壁的 他是很踴躍的 因為傳遺桌 十一位是女士 只有他一位是男士 我還記得他的名字叫Thomas 都是 我覺得他是專業人士 我想他是律師 就是律師 他都給一些 去一些partner 不斷鼓勵他 但是舉起來也輸 那就很無癮了 那舉到威士忌 享三十年 他打算資在哪裡 由十五萬 舉到三十萬 結果那邊有一個善長 那邊有一個善長 就走過來按下他的手 這樣也可以 那個人就三十萬 沒有了 按完都沒有所謂 就叫別讓給你 其實那支酒不值三十萬 最搞笑的是 那個善長就說 這支酒我就投到 現在我唱歌 不如你捐十萬給我唱歌 我可以這樣 大哥你真是老屈而已 對不對 別人想著可以去拍賣 這個場面也挺好笑的 就像三不識七一樣 即是酒又被你 你真的暈倒了 你明白嗎 那我就想說 就是很多 我參加過 這些的慈善拍賣 都很出事 就是 你台上和你的太小圈子 是的 自己玩完 我都搞過很多慈善的年齡拍賣 我直接做 就是做網絡 我去做製作 那你要兼顧就是外賓 其實你籌款 你糖水滾糖漁做什麼 每個人都是貴賣 如果你說 你打算是捐的 你就直接捐 譬如葉樹昆自己是理事 馬時欣就是理事 阿松就預計了捐的 他的主席 那你就不需要拿那些酒 我覺得 這個我是踢走的 那樹昆說 哦 這位酒一升記就是杜先生開的 送一位酒 十萬元好像很威風 我捐十萬拿為酒 喂 你如果捐爛做理事 你應該什麼都不用拿 捐十萬就給外賓捐十萬 去拿為酒席 那為什麼外賓要捐十萬 給那些人在唱歌 吻藍歌幹什麼鬼 你明白嗎 那第三就是 整件事令到其他賓家很不受尊重 是啊 真的 他兩條傻佬 你叫做孖寶 前局長孖寶 在台上搞了一小時 雖然以他的身份上是很辛苦的 他都是幫人籌錢 With all due respect Appreciate 但是你都顧一下其他外賓 是跟你互動不了 那天有成二十位 你只有三四位是你的朋友 其他有十六位你都不理 結果我朋友的主持說 明年繼續支持 但是把桌子給回去 不要再來 你就多沒人 我們差不多去到 他都未完結 有三圍都走了 走了就已經刺了就走了 用腳投票是最好的 挺大的問題 但是我坦白說他不知道 還覺得他會很成功 他真的不知道 請他再聽 我希望我們去檢討一下 第一 我自己覺得在慈善上 你應該去想 第二 你當作是一個 宴會要邀請奔嚇 你簡單說 其實大家都是 你真是理恆感受 還有一個公平的制度 也很重要 香港是 你搞到這樣 你說你捐一百萬也好 五十萬也好 你是拿回幾十萬的面積走 不如 人家那些只捐 都沒有興趣捐 你反正都捐 你應該這班主席 理事 無條件地捐了一筆錢 另外你又可以 籌多幾百萬 自己覺得應該是這樣 所以這些路見不平 我們要先去噴噴 到Tim哥有什麼好介紹 又去了什麼 上個星期 我們自己的網媒 中新聞就搞了一個研討會 利益申報一下 不過這個D100通 中新聞就非常友好 所以我也不避嫌地 不怕好像在這裡 宣傳自己的東西 但其實就不是的 其實那個研討會 我也覺得有一些東西 就是我們聽了 我想我都是可能是 我們少數城裡面聽很多研討會的人 我也覺得有少少東西 值得跟大家分享 上個星期六 我們就搞了一個 新政府上任一周年 就是林鄭政府上任一周年 她做了什麼呢 怎樣評價呢 我們就請了四個朋友 特意選了四個比較年輕一些 那就是朱凱迪 就是議員朱凱迪 有一個是學者 方志恒 巴仁 他是年輕的政治學者 就是博士 是的 好像教育 是的 較大的 另外就兩個政黨 一個是新進的吳斯洛 就是現在民主黨命陰的女 就是民主黨力捧的大律師 挺漂亮的 另一個就是民建聯的一個新上位的人 叫林鄭 那是區議員 呂成福 說到吳明欽 他應該是那時候患病的 是的 他之後過世了 是的 他是當時是民主派的一個比較重要的 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的人物 但是很年輕 但是很年輕就過世了 還有這麼多年之後 那個女城副業 這個傳承又真是挺難得的 是的 挺有趣的 我想他下一屆可能會出來選的了 這個是民主派的明日之聲 另外林鄭 民建聯都是民建聯的明日之聲 那四個都比較年輕 我們就是想找一些年輕的人 亦都是不同的光譜 對不同的光譜 有藍有黃 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我都覺得說到一些東西 那我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第一 方志恒 他就學者 他提供了一個框架 給我們去分析 就是香港回歸 或者回歸之後的局面 那是一個很簡單的自治體制 但是沒有民主的自治體制 挺好的 他很短時間 但是分析得很好 第一點就是他講 我們很多人都講 什麼一國兩制 事務前例 偉大創舉 他說完全不是 這一種自治的模式 在世界其他地方是非常多 都是這樣的 譬如加拿大的灰北行 就算是中國 都不是沒有的 很久很久之前都有的 清朝都已經有了 那些雲南吐司的制度 就完全跟香港這個自治制度一樣 那我們的特別之處就是 這個自治就沒有民主成份 是一個代理人的自治的架構 代理人就是中央圈定 那麼不幸運呢 這二十年的衝突就是 因為基本法寫了 有這個追蹤是普選的 那麼就跟這個沒有民主的自治有一個衝突 非常之大的衝突 那一旦去到沒有辦法解決的時候 那北京就想了一個解決的辦法出來 就叫做八三一 那麼我覺得他這個分析架構也挺簡單 也挺清楚 就是知道現在的局面是怎樣 於是在這樣的架構底下 我們的政府高官特首也好 什麼都好 就全部都是一個代理人 那你期望代理人可以幫你做什麼呢 那是做不到什麼 那他在代理著北京的 代理著北京的 不是代理著香港 不是代理著香港 那方志恒 他有很多個項目 這個項目我覺得挺簡潔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他項目上的網站 都可以有沒得聽 你的影片有沒有放上去 有 我們有錄影的 但質素就不是太好 各位有興趣都可以去聽 但是就挺長的 因為兩個多小時 那你幫我們撤錄了 是啊 我就選了 我覺得比較容易分享的東西 第二個我想分享一下 朱凱迪他其實都說得挺好 年輕議員之中 他的論述的表達能力 都算是強的 他就說了兩件事 就是新特首林鄭月娥做了 他說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做了這兩件事 而且是做得挺成功的 第一樣就是他拿了一筆錢出來 就給了這個教師 政治的效果就是買棄了教協 這個錢花得很大意 非常之划算 瓦解了一個政治上很大的反對力 瓦解是他用的 不是我用他覺得是瓦解 是不是成功地瓦解 可以再看下去 他現在做了一年 但你可以看到溫和民主派 其實對林鄭月娥的態度是挺友好 所以自豐為這個激進民主派的朱凱迪就故意說了這件事 另一件事更少人留意 他就說林鄭月娥也很聰明 就是改變了那個寮屋的制度 以往這個寮屋在98年之前 政府是修理一間寮屋 就給你上樓 就是給一間公屋安置你 98年之後就不是了 那怎樣呢 就資產審查 就是你擁有一間寮屋 但是我收了你 我都要資產審查才讓你上樓 他說林鄭月娥現在是做了 將這個98年之後的那個做法 回歸到98年之前 就是說我不用你資產審查 我拆你這間寮屋 我就讓你上樓 這個是消離了新界 尤其是東北發展 他們要拆很多寮屋的一個很大很大的阻力 但是所需要的代價也不是很大 因為你可以計算多少錢 你拆多少間寮屋 可能在未來很多年都是拆幾千間寮屋 也都可以在政治上擺平了 或者不要叫瓦解 擺平了一些反對的力量 他就提了這兩件事 他當然不會覺得林鄭做得很好 他提了這件事 他就說反映了這個政府是挺聰明 在一些不是很高代價的地方 他是願意讓步 兩股勢力的潛伏令聲音很大 即是家園 即是教育的那一部分 那個聲音和日漸影響是很重要的 你講的這兩點 其實我和朋友北約而同 其實都有說過 在政治智慧 其實你用聰明兩字是很合適的 朱開迪的結論就是這樣 他是一個很懂得把握時機環的手法 你問我突然變成一個很高檔的政治節目 你問我這是一個很Westernized的手法 以往東方我們都是很Oriental的社區社會的組織 甚至英國管治大亞的香港政府 就算是AO出生的官員都不太懂得 用這類型的手法 這類型是很典型的西方四兩撥千斤 即是用中國的四兩撥千斤 如果你用美國的或者西方的政治手腕來說 就是buy you out 即是他的代價很低 你說你撥幾十億出來搞教育 其實一直都應該撥的 政府有這麼多錢 這些錢是應該花的 你真的請多個教師 或者將那些合約教師 變回做一個正常的 你就解決了問題 但他在一上任做這件事 就可以拿點分 這裏也充分反映了他在政治手腕的強 以及機會主義 即是快行進 是的 很快很命 這就是研討會的其中有一兩點 我覺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好的地方 如果想詳細去聽的話 可以上去我們的Facebook是有的 我們可不可以一句下次找一部分 說一下Tim哥說一下經濟 還有兩個我想聽 不過看看時間 只剩下15秒 不過怎麼也要下個星期繼續 還有黃和藍 那兩個我想都會挺精彩 新星都沒說 要認識一下新星 我想聽Tim哥對你們的評價 是的 這個下集可以說嗎 那兩個就悶一點 哈哈哈哈 給他們一點時間 沒有時間 真的差不多了 下個星期大家看球之餘 記住 保重心 下一場又開球了 拜拜